迎接即將到來的終職下半季征戰 上半季的冠軍樂天桃園 邀請昔日兄弟向了總教練 陳瑞正擔任客族教練 目標強化農場與基礎訓練 幫忙雕塑二軍球員操課 預計八月正式向球隊報到 有球迷開玩笑說 這嚴厲出名的政總 首邀客座 原對年輕球員皮得繃緊 咬牙撐過魔鬼訓練 戰力完整的樂天 從強化二軍農場著手 期待未來賢劫一軍戰力更加流暢 統一師陣營也有好消息 球團宣布退休五十六號的球衣背後 感謝小鋪劉富豪 過去參與三年吧 穩定的攻守貢獻 裡面的這個號碼是剛好是有空下來可以選擇的 當時的我的話零號到九十九號去想像說自己是比較喜歡哪一個號碼 後來還是覺得在我大學的時候就有選用了這個五十六號 是我覺得這個號碼我感覺在球場上打球起來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當時在職棒聯盟也沒有幾位選手有選這個號碼 那我是希望說我可以選擇一個我很喜歡的號碼 然後把這個號碼可以打到有一天讓大家都能夠記住這個號碼 等於是記住我一樣 我覺得這是我職業生涯努力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選擇我蠻喜歡的這個五十六號的號碼 也很高興在生涯的整個結束的時候 獲得這樣的一個肯定 然後讓大家能夠記得五十六號就是代表我的這個號碼 千安百轟百道紀錄 加上從右外野直傳本壘的雷射間強大臂力 都是劉富豪生涯的經典畫面 二零一八年球季退售的他 期待未來球團規劃 在台南亞太棒球村五十六號背號的引退儀式 可以和老戰友們續舊聊聊天 本來的第一台干棒節目的黃昊君採訪報導